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载荷载轨试验 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汽载舱出舱 进行舱外载荷安装及空间站维护维修等任务 按计划 神舟16号载载飞船入轨后 将采用自主快速交汇对接模式 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静向端口 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 载轨驻流期间 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 将迎来神舟17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 计划于今年11月返回东风着陆厂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工作正常 神舟16号载人飞船和长征2号F-16运载火箭产品质量受控 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 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 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 在与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 完成载轨轮换任务后返回东风着陆厂 这是NMRE公演技能 这是NMRE公演技能 正后